熊孩子女装直播吸粉数百万 却被不知名小主播无限遭受网络的重拳 直接上级 胖虎连碰都没碰一下的 强强baby却摔倒在地 家人们 谁懂啊 百万级的大主播瞧不起人 连一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我们这些小主播 还殴打我 痛死我了 我都感觉自己骨头都要断了 不行 我得去医院要检查一下了 兄弟们晚上锁定我的直播间 我会告诉你们熊熊baby的真面目 胖虎还在直播 他并不知道他即将面对一场极其恐怖的网爆 走出小区的强强baby并没有回家 而是转头打了一个出租车去了一个私人医院 原来他认识这里的一个主治医生 只见他悄咪咪的给主治医生塞了一条火音 然后趴在他的耳边窃窃私语了起来 半个小时后手里拿着一个伤情鉴定 报告开心的回家了 下了直播的胖虎正在一个健身房里锻炼 他决定要减减肥了 因为他听说女孩子不喜欢胖胖的男生 为了小美 他决定跟着身养了十几年的肥肉 说拜拜了 到了晚上 强强baby按时打开了直播间 要不说蹭热度他还是有一手的 直接直播间的名字都改成了爆料网红主播熊熊baby 确实也有很多人进入了他的直播间 一下子观看人数达到了几万人 你要想他平时的直播间观看人数还不到一百个 来的大多是熊熊baby的粉丝 什么小卡拉米也敢来蹭我们熊熊baby的热度 主播你今天最好讲清楚 我们班寿大军不得是也不怕是 眼看人尽的差不多了 想想baby直接换上了一副委屈表情 大家好 我就是被大网红熊熊baby殴打的当事人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说的全都是真的 我本来也是他的粉丝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他跟我住同一个小区 所以我专程去拜访他一下 就想要一张他的合照 结果万万没想到 一言不合他就开始骂我 我只是说了他一句耍大牌 他就直接上手打我 你们也知道他是个男孩子 力气大得很 当时就把我摔骨折了 主播虽然你变得很真实 但是我们不信 对啊 没有证据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谁说没有证据的 你们看 这就是我下午去医院的检查结果 而且当时我直播间 还有几百个人呢 都可以作证 不能因为你们人多 就不讲道理啊 不会吧 熊熊baby不会是这样的人吧 他那么可爱 怎么可能打人 粉丝心中有些动摇 没想到强强baby还有后手 他早就花钱买好了水军 弹幕开始发力了 可是他又有证据 丧请减丁骗不了人呀 熊熊baby怎么能这样 我们这么喜欢他 果然有点人气就飘了 他女装也就是为了赚钱吧 无数谁又涌入了 熊熊baby的直播间 但是他还没开播 熊熊baby出来解释 为什么要打人 你是不是都是骗我们的 狗主播 快出来挨喷 也有很多人 给强强baby点了关注 准备持续关注这件事 强强baby心中早就笑麻了 已经开始幻想自己成为全网顶流的样子了 可是表面还是装委屈 你们不要太怪他了 主要我就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主播 他无视我很正常 不过我不想追究什么 我只想让他给我道个歉就行了 典型的网络绿茶 不过爱凑热闹的水友们可不管 你放心 我们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谢谢大家替我说话 不过还是算了 毕竟同住 沙雕小区一单元 抬头不见低头剑 强强baby无意间 说出了胖虎的地址 这差点酿成惨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